嘻嘻嘻嘻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哈姆哈德 來玩這一款命運回廊 嗯 沒有公告耶 什麼都沒有 就伺服器123 那遊戲是我在那個QOO下載的 新智慶好像是8月12號啦 今天是8月14日 半夜時間 好 美少年卡牌 應該是美少年卡牌 開局就是主人睜開眼睛吧 小心一點 好 小心一點 呃 看來是 純麥美少女力會是不是 這邊的話 眼睛會眨眼睛嘛 角色會上下移動 然後放大縮小 放大縮小 攻擊這樣 我也不知道我們在打什麼 我們在打他嗎 因為我們下面這些角色去打對方 可是 好像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女的 這邊好像只是要展示一下戰鬥系統 好 我們 跳過吧 跳過吧 來看一下吧 微動啦 微動 頭髮動一下 然後眼睛眨一眨 然後身體稍微動一下 這樣 不是那種LIFE 2D那麼明顯的 就畫的張數比較少啊 你要讓他一直動的話要畫很多張吧 然後這邊的音效又變小聲了 戰鬥比較大聲 好 升級一下 討伐1之1應該就重來了吧 對啊 應該是這一次嘛 對啊 戰鬥比較大聲 那我們的就是一個球嘛 然後施放一些技能的特效 然後去戰鬥這樣 召喚 紅顏 安琪 SSR 好 打仗 編隊 1 2 這就是4耶 成長活動 7日活動是不是 果然 就是7日加年華那一種 然後簽到 7天簽到 有角色 還有這個券吧 是不是 日定衣裝扮喔 時裝嗎 因為美少女嘛 美少女可能就是要有些時裝的東西啊 哇 這款漏的比較大一點 但是應該不是十八鏡吧 因為我發現youtube你現在玩那種 肉比較多的有可能會被黃標 就是他好像比較嚴格啊 跟幾年前比起來比較嚴格 那個他可能系統會判斷這個太裸露了不行 你就黃標吧 你就 黃標其實就是你還是可以給觀眾看但是就是沒有廣告收益這樣 就是變相去限制你的流量啊你的那些廣告收益啊 因為廣告商他可能要投放廣告的時候不想要投放到這種 比較偏暴力或是血腥的或是色情的 然後你就沒有廣告這樣 所以他們就限制你 並不是限制你的影片不能給大家看 但是其實他就是變相 變相到youtuber就盡量不要做這些事情 欸這邊有韓國之友 日文又英文是怎樣 QO他們也是有一些他們自己的遊戲 喔就是 這應該是十點抽啦 就是有他們自己的帳號 然後你用 可以下載來玩 TopTop也有啊 就專屬他們自己的遊戲 他就不會在Play上去發佈 也會帶來一些遊戲啊 這個是收益吧 只是我們現在關卡很前面啦 因為一開始的收益很低啊 就是你要下線就把它用一用 上線就把它推關卡 好啦 至少會上下來稍微動一下 然後眼睛閘一閘 不會那麼呆板 但是從這個地方可以看到他在省成本啦 好友 可以加好友 有簡中的 有英文的 所以 那也是算國際服吧 就是也不算說國際服 只要是你有QO下載就大家都玩得到 看起來是這樣 像Play商店他會有區域啊 你是台服的就只能 在台服玩這樣 有些他是不是就會限制 然後這個是一些主線任務吧 我們可以改那個背景 這樣就比較好看一點 然後使用這個 寶箱吧 有一些券有沒有 裝備券還有這個 讓你抽角色 還可以把福利 直接先給你20連抽啦 做武器 我怕他自己做武器 用這個武器的這個 圖紙吧 這個應該是圖紙 沒錯 就是你要先有這個武器圖紙 然後收集材料 材料可能就要去刷副本 刷副本來做裝備 這會燒很難反應 他自己做衣服啊 喔沒有 這還是裝備 我以為是做實裝 或是裝飾品 哇 全部都要自己打耶 好 我們就先做一做吧 日圓一開始都有給我們啦 先給你做一個 然後覺醒 覺醒身心有沒有 直接送你一隻滿心喔 對啊 直接送你滿心耶 然後培養一下 沒有資源 因為我才打一關而已 一件裝備 這個剛剛做的 然後現在有兩隻嘛 就是美少女囉 美少女卡牌兩層啦 然後戰鬥就 比較普通就是這樣 其實對手也是美少女 我們的角色會出現在這吧 這是頭像嘛 他這邊會出現什麼力會 要去戰鬥 你們看一下 因為我已經練等了 所以直接秒殺 應該有攻擊順序吧 我來看一下喔 這個系統 有沒有攻擊順序 沒有顯示 有的會有一個頭像在這邊 告訴你那個攻擊順序 出手順序 就是打起精神來是嗎 元氣是元氣啦 元氣不是精神 我們可以自動的 哇 這個 衣服越穿越少這樣不OK啦 不OK 我遊戲頻道是 是 不能太那個的 不能太L的 不能太H的 那沒辦法 我就玩玩上傳看看吧 因為他沒有經過那個Play商店審查 不一定啦 Play商店有些遊戲 他還是比較裸露一點 也是直接GG Youtube直接搜尋GG 而且那個是在發布完之後 他來控制你的問題 我真的是傻眼 都已經發布完 就是你弄好東西然後發布就出現那個問題 我就有點傻眼了 直接秒殺啦 直接秒殺啦 很簡單很簡單 第一張 自動 現在還不行 掛機收益 時光之力 快速收益 就是那個2小時吧 然後這個是掛機收益 已經領完了是不是啊 做一下活動 然後任務也做一做 冒險者工會喔 加入工會之後可以委託是不是 這個工會應該不是我們那個工會 這是你要提交 提交然後提交這個鐵礦吧 然後可以獲得這個獎勵吧我在想 鐵礦 是這個嗎 這是寶石欸 鐵礦的資源不知道在哪裡 好我們可以先10 喔已經50抽了是不是 英雄的然後傳奇的 傳奇的券我沒有 80抽B2SSS 然後這是SSR 喔這個卷沒有給你 然後這個是UP英雄 也沒有就這個而已 好N角 N角 R角 衛蘭檔案欸衛蘭 莉亞 我知道妮亞 馬鈴 七大罪的馬鈴 莎莎喔叫莎莎的很多啦 阿這些名字就比較普通一點 飛花 阿伊斯 莉亞 重複的啦我重複的 琳達 露魯 亞斯卡 SSR有了 這個之前要念特 特菲斯 好特菲斯 SSR角 啊胸部蠻大的 胸部蠻大的 呃你可以換一下這個看板娘 看板娘怎麼換啊 這裡 背景而已嘛 我們怎麼換 哇他直接送你這麼多 喔 他這個背景只是送這麼多耶 我還不錯耶 其實是很純的美帥女卡牌啊 楊城啊 SSR咧 他放哪裡啊 剛剛那位SSR在哪裡 在哪裡 這裡 金卡 金框 然後紫框 籃框這樣 呃 我要幹嘛 我想要射一下那個 怎麼能看板娘 怎麼不見的啊 這是排列是不是啊 直接直接換 你看抽重複還可以那個 可以覺醒 啊 在這裡啊找到了 找半天 有點像美人魚耶這隻 不知道 這個角沒看到 會不會是美人魚啊 我們換一個這個 很保守的 很保守的 好商店 有一些基金免費的 我們好像是通行證吧 這個他雖然寫成長基金 但感覺是通行證 有免費跟進階 有家好友值啊 護送好友值啊 有人有反應啊 有人有反應 有人有反應 加我啦 加了好多好友 他有沒有十幾級的 應該 我不知道是AR還是怎樣 還是剛玩 有沒有一鍵編隊 3啊 要拖拉對不對 我想起來剛剛有拖拉 然後我們來培養一下 為什麼不能培養 這個東西為什麼沒有啊 就是我等級 喔升級啦 我想說為什麼沒有升級 我不是收了一堆資源 因為我剛剛一直按這個培養 沒有這個東西 這是加基礎屬性的耶 他有家園系統 我們來看一下家園系統 喔喔 資源在這啦 資源在這 這是清營建造的玩法吧 你就可以釣魚啊 派遣 一鍵派遣 我不知道我派誰啦 這邊有派遣 派遣是不是 一鍵領取 一鍵使用 選擇對象 他沒有教學耶 你要自己來點 要買種子啊 要買種子啊 要買種子 我現在應該是沒有種子 一鍵派遣 已經有了嗎 一鍵領取 現在沒有資源 這個要有種子 然後這個也要種子 然後這個可以 這個要有這個動物 然後這次可以一鍵派遣 已經派了啦 已經派了 我剛抽到的角色 然後魚躺的話也是一鍵派遣 這邊有一個 我已經派了 然後你就要去 等 沒曉得產出是不是啊 就是要掛機 然後可以休息回復體力喔 然後升級一下 小屋升級 沒有這個方塊 石料 好這個是簡單的教員玩法 他就很簡單啊 這些玩法 很直覺 也不太需要教學 我就開始戰鬥 還不能自動 20才可以開啟 我當然是秒殺啊 因為他們才2級而已 我這都20級了 就討伐 然後這邊有一個 自動功能嗎 跳過功能 他有跳過功能 感覺這遊戲 網頁遊戲也做得出來吧 就網友的話 這樣的網友也是做得出來的 好那我們就試玩到這邊吧 想玩的話 我把那個下一個連結放影片下方資訊欄 我就是QO 然後你可以用遊客來玩 我是用遊客玩 好的我是HOMO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 我們下期再見